5 4 3 2 嗨 大家好 我是王韻峰 我是許敬玲 這次的戲說台灣的單元叫做 玄武斬魔劍 各位觀眾 有沒有發現一個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... 就是... 喔 沒有啦 就是我其實在 劇組裡面都有一個稱號叫做 霸告耶 就是很高的意思 霸告已經比我高了 你知道嗎 你看下來 哈哈哈哈 不是 我們不要問他攝影師 我要上來 這樣子畫面比較協調 比較好看 對 有沒有發現他這兩個角 很像金牛角麵包 這次可是特別設計的造型 好蠻可愛 這樣子啊 對啊 敬玲啊 我們這次第一次合作 算起來 嚴格算起來 是第二次啦 但是這一次的合作戲份是最多的 上次我是客串 非常多 上次是無緣的老婆 這次是無緣的女朋友 對 他就是眼光不好 不愛我 我這麼可愛 哈哈哈哈 自己講 自己講 是啊 好 跟各位觀眾 稍微賣個關子 我們導演呢 這次特別的幫我們設計了一個 非常特別的出場動作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對 因為我們兩個的互動 還算是蠻活潑俏頻的 所以我們有比較多 像 好朋友好兄弟上面的互動 我覺得這次桂花的角色也是蠻可愛的 非常可愛 可是呢 我們在拍攝途中 發生了一些意外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快了幾包了 好像米豬 哈哈哈哈 就是沒有 就我自己不小心在草地奔跑的時候 那個 有一些高低落差 沒有抓 沒有看清楚 一踩下去的時候就翻船了 結果翻船之後就 啪一聲 我當下真的以為 我的腳要斷了 我當下以為你主角怎麼不見了 對 還有回頭 我只是聽到我啊一聲 我就蹲在下面 然後 大家都嚇傻了 但是月豐非常的夠意氣 跟戲裡面的墓園一樣 很夠意氣 立刻跑過來問我說 你怎麼了 還好嗎 還可以嗎 我說不行 我腳真的很痛 我真的立刻 不是三秒掉淚 一秒掉淚 在那邊 衝到起步來 他就立刻公主抱 男友力 也這樣子整個把我送出去 外面 也不是公主抱男友力啦 純粹就只想早點收工 哎 哈哈哈 你真的是 跟戲裡面的墓園一樣很不浪漫耶 要不然怎麼會叫墓園呢 墓園就去拜拜的墓園 哈哈哈 你真的太生氣了 反正呢 我們在這戲裡面 我覺得有很多很可愛的互動 我覺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沒有錯 期待一下 嗯 各位觀眾 週一至週五 晚上七點半 記得準時收看 戲說台灣 玄武閃魔劍 耶 見見見見 嘿嘿嘿 答案 對不起 我忘了 週一到週五 各位觀眾 好好好 我們在城 後面 我們坐在一旦 你不рах 探索 你們 準備好